總統大選決戰倒數 抗中與河中變成選戰主軸 賴清德狂打抗中牌 侯友宜則主打河中牌 強調兩岸要溝通對話 我們都用生命去保衛台灣人民 有一些人真的用嘴巴說 他真的用他的生命 保衛過台灣人民嗎 沒有 但講到兩岸溝通 趙少康透露 開啟兩岸對話的元老就是他 各位 兩岸之間最早的談判 是誰去談的大家知道嗎 侯友宜去談的 千島湖事件記得嗎 那些什麼壞蛋 當地那些強盜就跑上船 把那個整船人幹掉 船就掉到千島湖裡面 侯友宜去談的 談什麼 兩岸互打 怎麼樣抓壞蛋 趙少康替侯友宜的溝通能力背書 侯康佩把握倒數週末 分境合集 趙少康回防雙倍 一天五場站台浮選 大陸認定台灣貿易壁壘成立 賴清德卻說國民黨不抗議 反而在合理化大陸施壓 趙少康全力反擊 表示民進黨跟中國大陸 一點都沒有能力坐下來好好談 中國大陸很重要 我們去年賺他一千六百億美金 為什麼以前他不講話呢 事實這是一個不公平的貿易 你今天贏了還贏了 你這個生意你是賺人家錢 那你還要口頭上講人家不合理 人家然後說這個不應該去合理化他們 那你這樣怎麼談呢 所以我才講說民進黨不能談 讓國民黨來談 藍軍後民進黨不敢終止ECFA 占大陸便宜 還反扣大陸借選 賴清德老家違建打死不拆 還有國家憲兵跟遠景24小時輪流 顧違建 趙少康轟根本濫用國家資源 我也不懂為什麼了 因為他也不住那裡嘛 那幹嘛是怕人家去破壞嗎 還是怕人家去幹嘛呢 但是派了警察憲兵去 這有一點假公即死這不好 2024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侯康聲聲喊 只有和平可以選 力拼政黨輪替 記者張宥慈 王志恆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